重點第一個就是題目部分 我們會希望針對這些題目 所以你們把那個 網路上面這個題目稍微看一下 當然第一個他就是你要按照 這題目的要求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的話呢就是要跟那個TIFF檔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TIFF檔 實際上就是 最後的完成檔但是特別注意他跟PSD有什麼不一樣 兩者有什麼不一樣 對其實重點就是這個已經怎麼樣 那裡面比如說我們做了很多圖層有沒有 如果說你今天能不能編輯主要是在圖層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把那個 最後完成的這個TIFF檔 把它拖拉過來放開 那你會發現他的圖層就只有一個 背景為什麼因為他上面的圖層全部都已經合併上去了 所以沒有辦法再讓你做編輯 如果說你是PSD檔的話 他的圖層還在 當然如果你已經把他合併 那當然另當別論 如果他的圖層還在的話 那當然 這個部分呢就可以再重新的編輯他了 我講過 圖層的概念就是有上下的觀點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上面有一個像這個 宋春的 白跟宋春的黑 那因為呢 黑的在下面 白的在上面 所以看到的結果就會是 好像有那個重疊的效果 上個禮拜當然我們就是 首先大概就是分成幾個 幾個部分完成 那這個部分當然 請各位稍微再複習一下 然後 另外的話呢 請各位做變化 第一個 就影像合成 我講過 那我們大概這一題有做什麼 一先產生一個圖檔 這個圖檔的大小的話 那根據 題目的要求 他就是要 我們新增一個圖檔 那圖檔的大小的話就是 300乘250 OK 那你怎麼知道 這個地方是不是300乘250 那你會發現 特別注意 預設的底下的這個地方是個文件 他的 什麼呢 他的單位目前是K K的話就是什麼 他多大 尺寸 可是我如果今天希望 幫我顯示的不要是 他的檔案多大 我希望他顯示的就是 這邊到這邊多寬 這邊到這邊多寬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學一個 這邊有個小箭頭 可以把顯示的地方 改成像素就可以了 這個一定要改 像素 所以你會發現點這件頭裡面 也會有那個什麼 這個什麼 文件的尺寸 OK 那請各位把這個尺寸的地方改一下 把顯示的地方改成尺寸 那你會發現 他現在 會把它改成這個尺寸部分 那你會發現他是用公分有沒有 這個 寬度呢 是 10 58公分 高度的話呢 是 80 8.82公分 當他是 72DPR 的 的時候 他輸出的尺寸大小 好 可是問題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要是公分 我要像素的話怎麼做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希望下方的那個 尺寸不要是公分的話 一般其實 比較建議 是用的是那個 像素 那你要怎麼樣讓他顯示像素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編輯裡面有個偏號設定 偏號設定裡面的話 有一個地方叫什麼 單位 和 尺標 特別重要單位指的是這邊的單位 單位和尺標這個 請各位把這個單位 和尺標這個地方 把它做一個修改 原來是公分對不對 請各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像素 這點還蠻重要 因為 如果你們要改成像素的話 那這樣 每次看其實就 不方便 很少人用公分的 一般都用像素 那各位可以發現 改成像素之後 下方就會顯示跟你講說 這張圖 他的尺寸是 寬是300 高的話呢 是250 250 這邊的話250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知道說 這張圖 他的解析度 是 300 乘250的解析度 那請問一下 這張圖 他的總像素是多少 總像素多少 對 乘起來多少 差不多是 75萬 有那麼多嗎 75萬吧 所以是 7.5萬 7.5萬 應該是 7.5萬 可是你會發現 7.5萬 那你想說 我現在隨便一支 那個什麼手機 拍照 出來的像素 至少都1000萬吧 7.5跟1000萬 你會發現差太多了 所以 意思是說像這張圖 他的解析度真的太低了 7.5萬你要把它拿來列印 一定會變 馬賽克效果 主要 為什麼會這麼小 因為我們 上課練習 尺寸不用這麼大 那後面的話當然 上個禮拜大概分成 四個 四個部分完成 第一個是先建一個圖檔 然後做什麼 漸層 由上到下漸層 第二的話就是把這個吉祥物 把它用什麼呢 用那個 去背的 方式 去背我講過方法很多 你可以用魔術棒工具 或者快速選取 先選外面 再反轉 選裡面 再把這個吉祥物放過來 那最標準的是 盡量沒有那個 看不出他的破綻 所以要怎麼看不出破綻 最好控制加號 盡量放到最大看看 他裡面這邊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有鋸齒狀 看起來其實做得還蠻好的 所以為了你們交作業的時候 我一樣 你們的成績好壞 就是 我會把它放到最大 看看你這邊有沒有一些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而出現 盡量 不要有一些 虛虛 或者是說 漏線的感覺 盡量越 做得越 就是細部的地方 修得越好 當然相對 你的成績 作業成績越好 所以這個是第2個部分 一是漸層 還記得吧 我們用這個漸層工具 二的話呢 是這個吉祥物把它選起來 丟到這邊來 並且把它做 比例上的縮 縮小 大概百分之多少 好像 88 89 反正你就自己再調一下 再來第3個就是這個 宋春 他只有給我們黑色的部分 那他要我們把黑色變成白色 疊在上面 還要印象 第3個 第4個就是新年快樂 因為最後我們好像 上課 的時間 最後好像深一點點 我們就把這個新年快樂 把它一下子很快把它做完 那我希望 今天的話 可以請各位把這一題 做個變化 102的變化 變化什麼呢 要不就是 你這邊改成 改成一個人 改成你自己 或者改成其他 反正你就 放一個東西 那背後的話 也許 你就放一張 什麼呢 放一張風景照片之類的 然後 就 好像那個人 他到了那個地方 看不出來 那旁邊也許你打一些字 字的效果也許不一定是新年快樂 你可以 自己要換一個方向 換個圓也可以 像這邊的話我們是用 用那個本來是一個 正方形 28x28 然後用旋轉的工具把它轉成零形 上面在打字 不過請各位做個變化 上面打字的話 可以打不同的裡面的效果 做不一樣 然後其他的宋春這個應該比較麻煩 因為宋春這個字的話 是他去找一些其他的 這個這個像 一些書貼裡面的字吧 這個比較困難 所以 這個也許可以 不需要做 做進來沒關係 其他 這三個效果 可以 試做看看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做影像合成 你自己去找一些素材 那第二個 也許 也許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做影像合成的話 那你可以有第二個 變化題 第二個變化題 我剛剛想了一下 因為 好像 這個禮拜天 就是什麼節 對 然後不然的話 請各位應景一下吧 也許你就做一個什麼 利用類似的練習題 然後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母親節的賀卡之類的 然後 電子賀卡吧 反正你就 剛好就是 學了這個東西嘛 然後如果 你要 祝你 媽媽 母親節快樂的話 那剛好可以應景的 反正學了 又可以用 你媽看到 這個感覺就是 會比較有特色 你這怎麼做的 你說我用Photoshop 至少讓你媽媽知道 你在學校 你這有學Photoshop 這東西 至少 可以把它拿來應用 而且你會發現後面的背景 跟母親節 這個好像 蠻接近的 所以要不就是 你們自己想想看 這個背景 也許用類似 但是你可以不一定是由上到下 你可以是由右上到左 左下 或者反正換個方向 就是不要跟他一樣 就對了 然後這個吉祥物呢 你可以放一個 慈母吧 你Google一下 裡面有什麼 慈母的照片 或是類的 然後呢 旁邊也許再放一個 康乃鑫吧 應景一下 反正這個創意 我想自己去發想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 就打一個字 打字叫什麼 母親節快樂 或媽媽節快樂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打一些字之類的 就是 兩個方向 變化題 要不就是你是做那個 合成照 要不就是說你說 利用這個練習題 做一個那個像 母親節的一個 這個這個變化題 那我是建議 那我是建議各位 就是說第一步他剛剛這個地方是300 成250 那我是覺得這300 成250 太低了 所以要不就是你們新增 檔案的時候 這個就是 也許是 A102 變化題 也許這個地方 開一個新的檔 變化題 假設是以 假設是以那個 母親節 變化題 變化題 那個 寬度的這個寬度的 寬是 5倍 然後 這個底下的高度的話本來是250 那你也把它乘以5吧 乘以5是多少 1250 OK 好按個確定 好 再來的話一樣 你就是 做一個什麼呢 看你要哪個顏色 母親節像這個 剛好點到 剛好就粉紅 那你可以什麼 這樣一拉一下 方向可以不要一樣 或者這樣拉一下 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是 不要跟我們那個一樣 顏色你也可以 自己調一下 或者是說 反正你就是 自己布景一下 這邊的話就弄一個什麼 康乃鑫 然後這邊用個慈母 然後這邊就 祝母親 祝媽媽 母親節快樂 好啊 至於那個字 你也 不見得要一樣用那個 菱形的 用菱形 或星形也可以啦 自己再找一個 圖案然後把它弄成 你要的形狀 或者橢圓形 諸如此類的 這個部分的話 沒有一個 就是 要求 反正就是 我希望看到的 就是你們裡面可以放一些 你自己的創意在裡面 好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這一題 變化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